本來已經決定要撤退了 卻看到隊友正在奮戰 如果是你 你會回頭去救他嗎? 因為我看到對面的狀態好像不太好了 我在猶豫要回頭的時候 瑟斐斯居然空大 因為當下的情況太緊張了 第一時間我居然沒有先普攻卡瑞茲 反而是先看一鏡的 最後我就跟著一個人是一起死掉啦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這時候我跟達爾西的狀態都是很好的 而且達爾西是有大招 達爾西如果跟著我一起回頭 再加上半血的歐米加回頭去反打一波 是不是有希望呢? 可能是我的心腸太好了吧 看到隊友好像被圍毆了 第一時間居然是想著回去救他 並不是想去吃他的兵線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有個安優格 出了最新的英雄 蘇琳那麼香的女角之後 是不是就忘記了特的貓貓造型啦 這個造型我個人認為也是蠻香的啦 不過整個體態來說 我覺得還是蘇琳會更好喔 因為他整個造型的原生 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麗 如果你也覺得蘇琳比特還要更漂亮的話 歡迎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破2000個讚喔 感謝大家 另外我的頻道除了可以按訂閱、按讚、按道讚之外 現在還多了一個制度叫做頻道會員 我想到了一個回饋粉絲的計畫 但這個計畫呢 我又只想要給我真正的粉絲來參加 並不想要給任何的阿利不達的人 可能平常刷你、嘴你、各種嘴炮的人 也一起來參加這個企劃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只要加入成為佑哥的頻道會員 不管哪一個等級 每個月我們固定月底 都會抽出10位我們幸運的粉絲來獲得獎勵 獎勵的話就是710點券 包含710 以下的造型或英雄任選 對!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我希望只有我的粉絲才能參加這次的企劃 那是每個月都會抽 並不是在今年8月就抽 所以現在8月快8月底了嘛 所以大家要加入的話要趕快阿 不過加入佑哥的頻道會員 是需要每個月都付費的 一個月的話最低30塊 就可以加入頻道會員參加抽獎資格 當然還有其他的福利 例如觀看我影片的幕後花絮阿 這個就要看你的能力所及囉 這時候趕來河道支援一波 我們先收掉了瑟斐之後 繼續來射 卡瑞茲捲得很好 還有個殘血拉茲 我們先去打這個拉茲 再回頭去殺卡瑞茲 二技能緩到之後 我差一點 我剛剛差一點就拿到三連殺了啦 而且這一波其實你們回頭去看 就會發現其實在中左 我們隊友本來是2打3的 可是因為我優先跑去支援 我們對面的卡芬妮 他還在歸到塔內的清兵線 導致他們中左那一波團戰 就有點小小的讓我們拿到優勢喔 我本來正在吃零鳥 而且我還是站在草叢內喔 那我們達爾西剛剛反正在吃魔龍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魔龍 被我吸引過來了 我也不懂耶 這個魔龍的性別 一定是攻的 一定是男的 消滴溝 你看 直接往女生這邊移動啦 不對啦 應該是剛剛達爾西 可能他的一技能是無法選定狀態 所以魔龍只能來攻擊他最近的單位 可能剛剛最近的就是我 我發現特超缺魔的耶 他不管一技還是二技都超缺魔 所以我現在吃兵線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很安全吃的話 我一技能會扣著 不開 可是不開一技能吃兵線又很慢喔 這邊隊友發了一個進攻 卡芬妮他也有感覺 所以直接開大清兵 可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塔殺 歐敏加可是直接扛塔進去塔殺的耶 這歐敏加的ID叫做 看我轉轉轉圈圈 他的ID也太可愛了吧 他的ID就是告訴我們 他就是歐敏加神啦 欸不對 會轉圈的 握馬爾開大是不是也會轉圈 所以我打完這一場 我真的去看一下歐敏加 他真的是 全服最強歐敏加耶 結果讓我發現一個更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們家的中路 這一場的伊耿士 他居然也是全服最強歐敏加 所以我們這場有兩個隊友都是全服最強歐敏加神 結果又發現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啊 對面的拉茲 這一場對面的拉茲 他居然是全服最強伊耿士 結果伊耿士就在我們這邊 被選走了 然後現在就是要邊打邊撤退喔 消耗一下對方的血量 回頭射擊鍵 本來已經決定要撤退了 卻看到隊友正在奮戰 如果是你 你會回頭去救他嗎 因為我看到對面的狀態好像不太好了 我在猶豫要回頭的時候 瑟斐斯居然空大 因為當下的情況太緊張了 第一時間我居然沒有先普攻卡瑞茲 反而是先看一鏡的 最後我就跟著一個人是一起死掉啦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這時候我跟達爾西的狀態都是很好的 而且達爾西是有大招 達爾西如果跟著我一起回頭 再加上泛血的歐敏加 回頭去反打一波 是不是有希望呢 可能是我的心腸太好了吧 看到隊友好像被圍毆了 第一時間居然是想著回去救他 並不是想去吃他的兵線喔 至於怎麼判定這個達爾西有沒有大招 很簡單 你只要看小地圖右邊隊友的頭像 上面有亮綠燈的話 代表他就是有大招 除非他的魔量不夠沒辦法開 不然基本上他的大招都是 已經冷卻完畢的喔 剛剛我們已經拆完中路的外塔 現在直接直奔下路 好像有殘血的可以收喔 來了 開了我的一技能 先點了一下塔 然後再收掉那卡瑞茲 而且現在我專屬造型 這個貓貓砲車已經出來了喔 這個貓貓砲車我講實在話 有一點點不太喜歡 因為進攻方 我只看得到他的背面 只有對面才能看到他的正面 真的讓我有點不太爽耶 我花錢抽造型 我還只能看到背面 背面就是灰灰裏片 什麼都沒有 而且那個貓我真的覺得可以換一個更討喜的顏色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啦 OK 就來講一下我這套出裝的想法好了 這套出裝最主要就是要他的攻速 以及暴擊機率為主 因為特爾在開啟一技能之後 特爾的普攻傷害就變成魔物攻各半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太早出天蟲的話 這個CP值效益真的有點低啊 因為你只有其中一半的傷害 才能享有那個天蟲45%的穿透 你會覺得這樣的效益CP值感覺有點低啊 所以我的天蟲就壓在最後一件 最後一件的話就是可出可不出 你可以直接上涅槃也可以 當然你要選擇出天蟲也OK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只有一半的傷害 才能享有那個穿透 我就覺得這CP值很低 另外講到 因為特爾他開啟一技能的普攻是魔物攻各半嘛 所以你在開嗜血弓的時候 盡量不要開啟一技能 對 不要開一技能再開嗜血弓 正確的做法就是在沒有一技能的時候 去普攻這樣吸血量會比較高 因為嗜血弓他是依照物理傷害去做判斷 現在兵線快來了 我們要嘗試去推中路的二塔 然後卡瑞茲從旁邊而來 只可惜他這一波並沒有閃現 如果他有瞬移的話 我們可能會被捲一片 然後瑟斐斯再跳進來這樣 弗洛倫也突然一個人進來 然後就直接被秒殺 然後拉茲也是從屁股又一個人進來 然後瑟斐斯最後又一個人進來 結果最後就剩下這個卡芬妮 然後發現到這一波 我們都是好幾個人站在一群 可是對面呢 他們都是一個一個慢慢進來的 首先是卡瑞茲 卡瑞茲死了之後 弗洛倫就突然想要一跳舞 結果弗洛倫就馬上被秒殺 因為他是會被擊火 被我們好幾個人擊火 當然直接被秒掉 弗洛倫死了之後 拉茲再被擊火 還有瑟斐斯最後再抓掉卡芬妮 這一波就是這樣啦 然後他們都復活了 好像沒有辦法推主堡 可是又感覺可以殺人啊 主堡的血量 剩一咪咪啊 差不多五分之一的血量喔 所以我們就先撤退 因為他們全員都復活了 中路加減點幾下 然後撤退吧 可能去吃一個凱撒吧 就在我們吃凱撒的時候 看小地圖安格列 居然開了大招衝進去砍主堡 他是想要偷主堡嗎 結果革命尚未成功啊 絕對的啊 主堡你在沒有兵線的情況下 是會減80%的傷害喔 所以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偷 除非你一整坨直接進去 打那個主堡 才會有機會 而且主堡在拖戰的情況下 他每一秒好像要回100點的生命值 所以你現在不打他 可能是殘血 可能過一分鐘之後 那個主堡就可能會回到半血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還是腳踏實地 慢慢一步一腳印的推進去吧 我的貓泡泡車在前面擋著 開了一個大 然後機器人這場真的表現超好 那個歐米加他真的給我很多的輸出空間 沒有兵線照樣拆啦 你看這歐米加是進去扛著塔的 超讚 側面 這個弗洛倫被射幾箭之後他就殘血 他根本是在原地直接死掉的嘛 歐米加也是不斷地在扛著塔 有沒有發現 我們中路是沒有兵線的 可是歐米加從頭扛到尾 拆掉這個高地 超讚耶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三路全爆囉 現在開了一個機走 很熱鬧啊 我們先收掉了拉茲之後 再想辦法去先殺人再說啦 因為他們就剩兩個人 剩下最後一個卡芬尼 最後一個希望 沒啦 然後再回頭去點掉這個珠寶 這場 哇 我有點開心耶 開心的點是 我居然遇到了這麼好的輔助 歐米加 他真的給我很多的輸出空間 感謝他 然後當然那個一梗四也是全服最強 歐米加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個大家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